6月18日下午,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通过官方微信发布警情通报称,2022年4月19日,许昌市公安机关依法对河南新财富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河南新财富集团涉嫌重大犯罪立案侦查。 第一才经了解到,河南新财富集团与近日引发广泛关注的河南村镇银行储户背负红马事件紧密相关。 媒体调查发现,新财富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吕逸,其通过旗下遍布全国的上百家公司,先后参股控股国内多家城商行、农商行及村镇银行。 在河南的金融圈,吕逸是一个经常被人提及的人物,一位曾与其有过业务往来的河南金融业人士告诉第一财经,吕逸出生于1974年,虽然其将自己的国籍迁到了塞浦路斯, 并自我介绍为利比利亚主中国商务投资代表,塞浦路斯阿弗罗塞达投资集团董事长,但他的老家却是河南南洋。 而吕逸真正的第一桶金则是来自高速公路。 2003年9月26日,河南南考到沈丘的兰卫高速正式奠基,建设方兰卫高速开发有限公司背后的实控人正是吕逸。 这条61公里的高速总投资24亿元,吕逸也获得了公路30年的收费权。 为了融资,吕逸把高速公路收费权抵押给银行,借到了修路的资金,之后又把其中部分资金用于参股金融机构,先后参股了国内很多城商行、农商行和村镇银行。 即便后来新财富集团逐步壮大,这些银行的股东名单里却几乎从未出现过吕逸的名字。 他的蛛丝马迹最终出现在一些法院的判决书中。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在2018年9月20日做出的刑事判决书中披露,吕逸为寻求贷款,曾向郑州银行副行长乔军安借款900多万,后续为获取更多贷款。 又行贿2300多万,而且两人还一起做起了吃西插的生意。 在这份判决书里,吕逸的身份是新财富集团董事长。 新财富集团通过盘根错节的股权公司,渗透进入国内多家金融机构,并通过旗下影子公司,成为这些金融机构的隐形股东,最终成为威胁金融稳定的不稳定因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